好 小公主好 给你奶奶半年 祝奶奶什么 祝奶奶越来越漂亮 我们小公主 小公主真的太厉害了 越来越年轻 都是我爱听的 你香比你的嘴更甜了 那是那是 说到王世玲 想必大家对她的印象 仍然停留在 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中 小时候的王世玲 虽然胖乎乎的 但却非常软萌可爱 在节目播出后 她立即成为 家喻户晓的名字小明星 并且一度超过了 大明星母亲李香 不过早年成名 也会带来很多麻烦 因为常年曝光在镜头下 所以她的生活 没有隐私可言 都说穷养儿富养女 普通人尚且如此 更别说是娱乐圈的明星们了 在李香和王月伦的女儿 王世玲的身上 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自从王世玲跟随爸爸王月伦 参加综艺被人熟知之后 围绕在她身上的话题 不是她浑身佩戴的名牌 就是她日渐风云的体态 李香在参加一档综艺时 曾爆料 王世玲读的是英文国际学校 一年的学费就多达二十几万 虽然王世玲的生活极其奢华 但是她面对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李香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名媛的标准 在培养王世玲 李香曾在网上晒出王世玲的兴趣班 许多网民看到这一点都感到震惊了 因为课程几乎爆满 而不仅仅是文化课 滑冰和马术等体育项目 不过好在王世玲也特别有天赋 小小年纪就多才都艺 事实上如果多一个拿手的项目 王世玲就多了一条出路 不得不说李香真的很周到 所以这里面有个误会 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安静了每天的打扮 因为妈妈给她穿的都很漂亮 以为她最喜欢买的是衣服 其实不是 特别讨厌买衣服 要买了玩具以后才到那个地方去 很不耐烦的 然后试着她的衣服 也许是王世玲在这样的教育下 承受了过多的压力 王世玲也走到了反派的阶段 记得王越伦和李香良扣子 参加挨压好身材 这档综艺节目的时候 为了不打扰到亲人 两人没有在家里录制 而是住进了在长沙西买的别墅好宅 而且让王世玲留在了北京的爷爷奶奶家 在一期节目中 两人的朋友张亮前去看望两人 张亮不仅带了运动健身小神器 还教了两人运动健身的一些小窍门 还积极帮忙下厨 期间李香和王越伦给女儿通电话 王世玲听到张亮来了 十分高兴 懂礼貌的向张叔叔问好 还说要给张亮煮饭 而且表明自己做饭比父亲强 看来王世玲已经变成一个能干的小大人了 王世玲对他人非常的有礼貌 但是对李香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有一期李香因为想念闺女王世玲 主动给女儿打电话 想不到王世玲第一句便是 干嘛 不耐烦的预调隔着屏幕也是可以令人感觉到 而李香听到后却仿佛习以为常一样 并没有在意 紧紧说妈妈特别想你 但是王世玲却立刻毁了一句 我一点也不想你 并且还厌烦地说道 你没什么事我就挂了 Angela 免提免提我也能听到 干嘛 妈妈特别特别想你 我一点也不想你 你没什么事我就挂了 别别别啊 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又挂了我 孩子语气很冲 就像是在发飙一样 在节目中一点面子也不给妈妈 坐在一旁的王月伦无奈摇头 想必也是事出有因吧 连妈妈李香都觉得 十岁的王世玲好像进入了叛逆期 不管你说什么 她都有自己的想法 还经常要求父母向她道歉 名王如李香这样高 说不过孩子的时候也得低头认错 王世玲在家里的地位可见一般了 如今王月伦和李香的离婚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王月伦称会与李香一起养育规律王世玲 说自己希望王世玲可以不受影响的健康成长 话虽如此 但是父母离婚给小孩带来的伤害是在所难免的 王世玲怎能不接受影响呢 但事已至此 无论怎样 还是希望王世玲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吧 都对了吗 还和他其他人以为王世玲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吧